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NBA亚特兰大老鹰对效力的马尔科姆德赖尼 就连大家不怎么观众的CBA选秀大会 广东队也摘下了季祥和万圣伟 而孟多的加盟 基本上标志着广东队的下季运作结束 插播一句 山东球迷再一次很受伤 这个休赛期 山东队主教练凯撒不止一次陨落 会有国手及后场加盟 但曾并续 赵太龙和孟多一次又一次的现实打脸 孟多出道也早 才华横溢 有着小微的治愈 虽然受到伤病洗扰 突破的威力有所减弱 但三分球能力却是CBA顶尖 从位置上看 孟多可二可三 算是风味搅摆人 上赛季 他为深圳队打了34场比赛 场均得到11点三分 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可观的41% 孟多的加盟 使得广东队本就不足的本土战力进一步抬升 上赛季班决赛 广东队一比四惨遭辽宁队淘汰 打球人上似乎是个不小的短板 但仔细审视广东队的固有阵容 核心本土四园组其实是CBA一流 易建连 任俊飞 周鹏 赵恩瑞 接队国字号选手 孟多来投后 广东队组可排出标准的国字号首发 控球后卫赵瑞 得分后卫孟多 小前锋周鹏 耐心呆盗是任俊飞 和易建连 暂且不加两个外援 广东队的这套本土阵容 绝对是CBA顶尖 横向对比 接着辽宁队能排出与广东队媲美的五人组 控球后卫赵季磊 格门后卫胡埃伦 小前锋贺天志 大前锋李小旭 中锋哈德军 此外 活手刘志轩可二可三 与上述五人和组合出不同阵型 此外 不管是山东队 广煞队 还是重组后的新疆队 但就本土球员而言 或多或少都在某些位置上 承载偏刻现象 广东队的豪华五人组之外 胡敏轩 周湛东和杨吉蒙 都可以打后场轮化 如果两名爱员 莫里斯和德莱尼 能打出预期表现 从纸面实力上分析 这支广东队绝对是 小赛季的夺冠大热门之一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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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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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